对,现在我们讲到第二类题目 这个第二类就是 从202到210 其实主要就是学习这些东西 包含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资料编修 跟那个列印 最后其实会有个列印部分 那列印部分前面我们有讲过 就是说像那个第一列 现在说第一 列印出来第一页有那个栏位名称 可是第二页如果没有栏位名称的话 那你可能要设定一下相关的那个 所谓的标题列 部分 其他还有像什么一些常用的函数 函数这些函数可能你要对 一切的函数要相当熟悉 否则如果你要把一件事情快速做完 那可能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他还有像一些编修 包含就是什么 把资料做 什么插入删除搬移复制等等 甚至这边底下应该有一个所谓的取代 取代相当功能等等 还有所谓的 冻结窗格 相关的 设定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第210 210部分的话 那题目里面要我们做哪些事情 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针对什么 某一个贸易公司 的一个模拟 的一个题目 希望呢 针对所谓的那个 新来的那个业务人员 计算出那个2013年 以美金报价 的交易资料 然后呢 发现有一些错误要修正 其实不是美金报价应该是以那个澳币报价 美金跟澳币其实还这个差差别 现在美金的话大概1比多少 我刚查一下 台银的话 如果是以那个什么呢 集齐来看的话 它是30.07 OK 如果是澳币的话呢 大概是19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他用美金 他美金报价的话呢 会报比较贵 如果以澳币来报的话呢 可能就相对会比较低一些些 所以这个地方 会差其实会差距还蛮大的 另外的话呢 其实这个 汇率的波动其实还蛮高 像澳币我记得最高的时候好像 1比20几块30 现在已经19了 如果以前 买澳币的人真的是 虧大 还有所谓的最近 比较波动 比较像日币 日币现在是0.28 算低点 其实是可以 如果之后疫情 比较恢复的话 你其实可以预先把它买下来 然后到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 去日本消费的话 相对会比较便宜 因为如果再涨 往上涨 最高有涨到0.4 0.4多的 我记得我之前 蛮多年前有0.4多的 那大概消费起来 等于 一碗拉面 假如说 280 如果是 跳到0.4多 那边是400块 最低我记得我买过是0.大概 0.26 26 26 左右 那时候当然如果低起来的话 那更低了 OK 所以 基本上汇率低的时候 可以逢低买进 那一般的话 就是说 你可能可以到银行开口账户 那个账户的话 是外币账户 你可以买极奇的 极奇买进来之后的话 等到要用之后 你就可以再把它领出来 或者是说 像我有办一个 信用卡 他直接刷卡 就可以直接扣极奇的 这个我账户里面的钱 而且不收手续费 我觉得 其实还蛮不错的 如果要为 出国 如果要省钱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那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他是希望 什么 把它做一些 处理 就是说 资料如果有错误的话 就把它相会处理一下 所以第1个的话 他 这个题目 请各位待会把它打开一下 打开之后 他要做哪些修正 各位可以看到 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他这个资料你会发现 这个资料 他总共分成A到G 总共有7个栏位 那下面都英文名称 不过在AE也是简单的英文 它是产品的编号 然后他的Ritual 他这个应该算是 他的哪个区域 哪个国家 或者应该讲 应该是哪个匹别 然后 他的什么呢 他的一个什么 什么日期 你讲 Stock Out 是不是出货日期 还是什么日期 然后Local Amount 就是我们当地的 Local就是台币 台币的加总 台币的金额是多少 OK 然后 Unit Qual 然后 Unit每一个的价钱 然后 总共 卖出多少个 Sales Amount 总共加总多少 这个地方 他需要我们做哪些事情的变更 你可以看一下 里面大概就是 设计 项目 第一个 他说 Prada的工作表 就刚刚这个工作表 就这个工作表 Prada工作表 他要做什么修正呢 首先第一个 他希望我们 可以针对这边 A的部分 编辑 提出存隔资讯 然后 Regio 从B2到 B 243 所以总共 往下追踪 应该是 到243 他希望 把里面所有 USA 换成 AUS 等于是把 这算是 国家 那个区域 把它转换 从美国 把它改成澳洲 OK 是要怎么做 第一个问题 所以第一个问题 意思说这个 USA 全部要把它改成 AUS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取代 取代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 取代的功能 就是在哪里 常用里面的这边 常用里面 各位看到 常用 里面就可以找到 所谓的取代 不过像这种 蛮常用到的 我通常都会把它 背下来的功能 我记得好像它的 快速键好像 Ctrl加H Ctrl加H 就是 取代 就是一样点那边 只是因为那个 蛮常用到 所以我把它 记得快速键 Ctrl先按住 然后再按H键 或者是你从这边 可以找到取代 取代的话 取代什么 把USA 所以你把USA 打上去 USA 然后输入之后 改成ASU OK 类似像这样 这样的话 接下来做什么 全部取代就好了 他就帮我把这个范围里面 的相关资料全部取代 当然他有选项 他要寻栏 不过我们不知道 反正全部取代就对了 第一步 你会发现 他总共 帮我取代里面总共有57个取代 OK 然后按确定 第一步就完工了 第二步的话 B的部分要做什么 还有还有一个 再来的话 就是说 把Product ID里面的这个范围里面空白的部分把它删除 然后并且第三个是删除那个只要透露开图的所有列 怎么删 再来的话 他说希望怎么样 把这里面 只要是空白的 他里面有空白 他希望把这个空白拿掉 那当然不是叫你说你按Delete 然后再换下一个 然后再下一个再Delete 那如果这样做的话 当然就没完没了 所以怎么办 一样 一般是这样 如果你要针对这个取代 你可以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一样做什么 在取代的地方找一下 那寻找目标特别重要 你按空白键 取代成什么呢 这选项把它关掉 把它取代的没有 没有就保持空白 所以特别是 这个地方 输入一个空白 然后底下 不要任何东西 那你把它按下全部取代 他就帮你把这个里面只要是空白 全部取代掉 有没有发现 1348个作业 特别是你不要 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你就慢慢在那边 那边 就是自己用手动的方法 你要做1348次 但如果你要取代的话 瞬间 就完成了 OK 按确定 再来的话 他第3个问题是说 要把什么 Total开头的所有利 Total所有利 含有 OK 意思就是你可以看到 底下是不是有这么多Total 这么多Total OK 也就是他每一笔订单 好像后面都会帮你加一个什么Total Total就加总 加总是多少 那问题呢 他希望说把这个列 删掉 那如何删除列呢 如果手动的方法是游标放这边按右键 把它删除 然后这边 手动 删除 可是你知道吗 底下的话 可能有 几百列 几百个这种Total列 当然如果你要这样慢慢删 我看 删到下半还删不完 OK 所以老板会 可能会觉得你的效率怎么那么差 其实特别注意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一 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我要找Total 所以你把Total这几个字 Ctrl C 先复制一下 二的话 一样用刚刚的功能 要取代 更正一下 应该不是取代 这是寻找 寻找 取代的上面用寻找 寻找什么东西呢 你就把刚刚的Total贴上去 或者打上去也可以 只是说 有时候你用打的 可能会怕打错一个单字 就找到了 然后再来做什么 特别注意 请你按下所谓的全部寻找 你会发现 它取代好像跟寻找的隔壁而已 全部寻找 寻找完之后你会发现 它会帮我把什么呢 它目前找到 有这个东西的位置告诉你 所以你会发现 它在哪边找到 它在这边找到 在哪里呢 在C 蓝的 第四列 这个有找到 底下在C8 在这里 有没有 所以它列个清单 就是说 这边有这么多 里面有关Total 的相关 只要有关键字 有这个的 它就帮你列出来 但是现在 我如果要删掉它的话 那我要怎么删掉 特别注意 如果你现在直接按Delete的话 它会怎么样 它会把那个 删掉 不是这样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它全部列删除的话 我把它全部列删除 特别注意 请不可以 把 这一个范围的清单 按个 Ship 键 选到最后一个 意思是全选 可是全选之后 当然 你现在如果按Delete的话 它好像会删里面的 就把清单删掉 不是我必要的 我们要做什么呢 选取完之后 请特别注意 有个 很 很重要的功能 按右键 不是 按右键 没有反应 因为我要删掉的是什么 它本身现在所在的列 所以特别注意 还要藉由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 请各位看一下 在删除这边 这些我已经选到了 选到之后 可是我要把 它所在的列删掉的话 你要找到删除 那我要删除列 你就找到删除 选完之后 所以特别说 一要把 按Ship 键 全部选 二的话 请你到删除这边找一下 删除的话 它就会出现 我希望 把 如果有Total的列 帮我删掉的话 那应该选哪一个 特别说 如果你选删除除专格 它就把里面资料删除而已 如果我希望把 一整列删掉的话 很简单 就是删除工作表列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说要选这个 你不要选蓝 蓝的话 变重向的全部删掉 一定要选择 删除 工作表列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OK 这个地方 只要是有这个 全部帮我删光光 看看 其实这个功能 按错了 直接按到了 把它Ctrl 一下 因为我刚刚是按照 删除除除专格 它把除专格删掉 我如果不是要删除除专格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我就把它全选 按Ctrl A也可以 全选 然后再删除 删除工作表列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 它所在的列全部都删光光了 底下就不见了 然后 如果删完之后 它底下的东西会往上递 那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 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重点回顾 第一个记得常用里面的 取代功能 然后 第三个是寻找 那寻找的话 寻找完之后 记得 用删除 记得不要点一下就好 旁边 点一下的箭头 然后删除列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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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